南小西刚分手 就闪架给对门老头的落魄孙子 直到一天在记者发布会上看到首付 她才发现 西西来了 快进来 前几天您说家里卫生间水管漏水 正好今天有空来帮您看看 楚爷爷 您家里来客人了 我马上就走了 楚大爷 为了不耽误我们的时间 我就直说了吧 你家孙子连个房子都没有 难道以后结了婚 一大家自己在这种破地方 如果要我和她结婚 除非在市中心一套四室一厅的房子 另外再加八十八万彩礼 如果能做到这些我们再谈 小钱啊 钱小姐 你可能误会了 我好像还没说要和你结婚 谁稀罕和你结婚 都三十了 还一穷二白 长得再好看有什么用 真是白瞎了 那你请自便 真是浪费我的时间 普信男 西西别站了 过来坐吧 你别笑啊 这是我大孙子 她前两天刚回来 我就寻思叫朋友家的姑娘 过来见个面 没想到爱 西西 她是楚侧 你们小时候一起玩过 还记得吗 有点印象 小子 你对西西有印象吗 没有 爷爷 别再找那种乱七八糟的人来家里了 那个楚爷爷 既然您水管有人修了 那我就先走了呀 别急呀 刚来走什么 过来坐坐 爷爷有话问你 西西呀 你今天不是去男朋友家里 商量结婚的事吗 商量的怎么样了 嗯 就是有些事没谈好 所以就分手了 是彩礼的事吗 楚爷爷 既然您孙子回来了 我就不打扰你们续旧了 我改天再来看您吧 等会儿 西西 真分了啊 嗯 楚爷爷您问这个做什么 西西 其实爷爷吧 一直就希望你来当我孙媳妇 可是这臭小子一直不回来 你呢 又交了男朋友 我也不太好说 这次揍巧了 你看小测也回来了 你分手了 这说明什么 说明你们的缘分到了 你俩结婚吧 小测 赶紧出来 楚测 西西 你看我这个孙子怎么样 爷爷 差不多得了 你闭嘴 你自己什么岁数的心里不清楚 杀 别的姑娘也就算了 但西西是个好姑娘 反正我就想让她当我孙媳妇 西西 我这孙子什么都好 就是人木讷了点 情商低了点 别的还是很不错的 爷爷总不能害你对吧 只要你点头 你要多少彩礼尽管开口 至于这小子的意见 你不用管 我跟你说 小测现在是 爷爷 这种事 我们还是自己聊吧 那行吗 你们自己私底下聊 小测 你给我好好表现 我就不参合了 加个微信吧 我今天还有事 明天抽时间细聊 男小西心想这也是个好主意 不好直接拒绝楚爷爷的好意 但加个微信也算有个缓冲了 那我就先走了楚爷爷 去吧去吧 你刚才为什么不让我说 那信钱的女人也是您安排的 您为什么不跟她说 您要是说了我的身份 孙媳妇不就有了 前小姐是她以前岂友的孙女 岂友说自己孙女多好多好 接着这个机会 就叫过来看看 但是这女孩一进门就各种挑三拣四 她也实在是喜欢不起来 因此储测介绍自己一穷二白的时候 爷爷也没阻止 这西西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这你让我怎么说 反正这是个不错的女孩 你自己好好把握 你公司都搬回国内了 应该不会出国了吧 早点把婚结了 别让爷爷我死不瞑目 您说什么呢 哼 我今年都八十了 还能活几年 反正你自己看着办 你要是想任我这个爷爷 就把西西给我娶回来 这些年 要不是住在对门的她 我可能死在屋里都没人知道 男小西出二十万和男友一起买房 男友却要写自己老爸名字 面对连一万八彩礼都嫌多的心机男友 男小西不够乱出分手 然后闪婚对门老头的孙子 谁知那小子竟是首富 晚上八点 你约个地方 这人是认真的吗 好 就在我家吧 信息刚发出去 就有个电话打了进来 喂 大舅 西西啊 你房子找的怎么样了 下个月你表哥就要回来结婚了 舅舅也不是不让你住啊 就是这房子咱们得卖了 去市中心买新房 所以 我知道了 我已经在看房子了 过几天就搬出去 真是不好意思啊 没事 这本来也是你的房子 那个舅舅方便问下 这房子卖了多少钱吗 嗨 老房子不值什么钱 人家最多出五十万 五十万 从很小的时候我就住在这里了 小时候父母离婚 谁也不想管我 是外婆把我带大的 如果我要是有钱 就可以把这套房子买下来了 楚爷爷说 财礼我说了算 加上田宇欠我的二十万 哎 好像也没有其他办法了 来了 方便进来吗 你进来吧 不用换鞋 那个 你主要是想聊什么 我爷爷很喜欢你 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楚测 今年三十岁 目前没有房 只有一辆车 暂时打算在国内发展 工作还没找到 富得一亿 这些年和母亲在国外生活 她在国外结了婚 短时间应该不会回国 另外我还有个亲弟弟 他是跟着我父亲的 不过没在渔城 我回来主要是因为我爷爷 至少十年内 我会留在渔城 还有别的需要了解吗 那你怎么想的 如果是因为楚爷爷的话 其实没必要 也不全是 对我来说和谁结婚都一样 主要是让老人家开心 爷爷说的对 你不必考虑我的意见 主要是看你的意见 你不用急 可以慢慢考虑 拒绝或者答应都没关系 那你有存款吗 存款 不多 但应该够花了 这点你不用担心 够不着你 那我也自我介绍下吧 我叫南小夕 今年26岁 我和父母已经十几年 没联系过了 家里只有我一个人 没有兄弟姐妹 现在在远大科技公司做行政 工资八千左右 然后之前有一段恋爱 谈了两年 别的没有了 远大科技 你有什么要求 我要三十万彩礼 这个钱你自己出 不能让楚爷爷出 如果你同意的话 我们就结婚 你很缺钱 你如果觉得太多了 二十万也可以 但是不能低于二十万 二十万加田鱼欠我的二十万 我再贷款个十万 这房子就能买下来了 三十万倒也不算离谱 那么你呢 你的家状有什么 这个房子 你可以在这里住 或者加上你的名字都可以 反正这里 离楚爷爷家里进 我们都能 很好地照应他 嗯 那就这么决定了 三十万我可以出 至于我的名字 就没必要加了 哦 不用三十万了 你给二十万就行 我知道你 肯定也不容易 什么时候领证 杀 啊 你很着急吗 反正早晚都是节 不如趁我这两天有空 早点把证领了 好吧 等你把钱转过来 我们马上领证 刚谈好 楚册就毫不留恋地走了 您在这干什么 我 谈得怎么样了 这就是您看中的女孩 回去再说吧 怎么了 敢惹嘻嘻生气 看我不收拾你 哼 谈好了 结婚之事 您不要打死声张 我不想太麻烦 为什么 结婚那不得大白酒席 让亲戚朋友都来 喝喜酒 酒席什么时候办 都可以 结婚的关键在于领证 再说了 您好歹 也得给我一点时间 适应他 了解他 万一后面 我们何不来离婚了 这么大张旗鼓地办了酒席 他以后也不好再嫁人 您说呢 你这臭小子 还没结婚 你就开始想离婚的事了 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您喜欢他 不代表大家都得喜欢他 而且我也只是说万一 您想的太复杂了 那行吧 你们先培养培养感情 当你适应他了 再办就息 希希 还生气呢 咱们再好好聊聊吧 哼 有什么话 就在这说吧 我昨晚跟我爸妈商量了下 他们也妥协了 房子写我的名字 这样你总该放心了吧 那我的名字呢 哎呀 一个名字而已 写我的不一样吗 我的就是你的 这点小事你就不要计较了 好不好 田宇 你觉得这是写谁名字的问题吗 我得感谢你爸妈 让我把你给看清楚了 我们不可能了 你早点把二十万还给我 别再纠缠我了 希希 你也差不多是可而止吧 非得跟我计较写谁的名字 有意思吗 你是不是压根就没想过 跟我好好过日子 对 你说的对 那你还来纠缠我干什么 你是不是不懂分手是什么意思 我错了 希希 我就是太着急了 我害怕失去你 不要分手好不好 房子的事可以再商量 没什么好商量的 田宇 我马上要结婚了 你最好不要再来找我 免得我老公误会 希希 你就别说气话了 你也知道 我爸妈养大我不容易 我也要顾及到他们的感受 你别让我为难了 这样吧 我再回去和他们争取一下 加上你的名字 你看我多在乎你 我是真想和你结婚 我没有说气话 你不信就算了 我还是那句话 我们已经分手了 希望你不要再来纠缠我 给你脸了 要不是你便宜又好骗 还拿出二十万给我买房子 我才不会第三下次来求你 怎么了 吵架了呀 是啊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才能让他满意了 像你这样 三天两头来公司接送 还送花的男友 希希怎么就不知道珍惜呢 银行卡号发过来 沙雕银行 688888889999 下午两点半 带上你的户口本 民政局见 沙雕银行到账二十万元 拿到钱后 男小西立马给舅舅打去电话 只不过电话没人接 舅舅应该在上班 晚点再找他商量买房的事情吧 既然储册的钱都收了 接下来的日子过好才是正事 民政局离公司很远 坐公交要一个小时 还得回家去拿户口本 到民政局的时候 储册正已在一辆奔驰车上打电话 晚点再说 你迟到了 我回去拿户口本了 实在是抱歉 走吧 速战速决 这里不让停车太久 你开这么好的车啊 这已经是我车库里最便宜的了 贷款买的 哦 你贷了多少钱 每个月要还多少啊 有了田宇的前车之鉴 我真得小心点才是 没多少 放心 不用你还 以后的生活开销 你也不用担心 还有别的问题吗 那你还有别的债务吗 没有 那好吧 我没有别的问题了 你有什么还需要问我的吗 没有的话 我们就去领证 没有 我先走了 有事微信联系 以后要怎么跟这冰块脸相处呢 男小夕下午请了假 外婆留下的房子是三房的 三个房间的被套男小夕都换了新的 一想到晚上储侧会睡在这里 男小夕紧张起来 他准备做顿丰盛的晚餐 于是先去对门邀请爷爷过来 这么好的日子 爷爷我肯定来 爷爷这心愿总算是圆满了 对了 结婚证给爷爷看看 对了爷爷 储侧他喜欢吃什么 我刚给他发消息 他也不回 不知道他晚上会不会回来 这么大喜的日子 他不回来还想去哪 这臭小子也不说陪你回来 你不用管他 随便做 他不挑食 好吧 那我回去做饭了 到这边做饭吧 现在咱们可都是一家人了 还分什么你压我的 行 那以后我就直接在你这边做饭好了 外婆去世后 男小夕就把楚爷爷当自己的亲人 隔三差五做点饭送过来 现在成了一家人 就可以天天来照顾他老人家了 傲小子你在干嘛呢 在公司开会呢 爷爷 这都几点了 你还开会 你是不是忘了今天什么日子 今天周一 你 今天是你结婚的日子 你开会 你开个屁的会 我给你半个小时 你不回来就永远不要回来了 会议是很安静 老爷子嗓门太大 尤其是李楚侧进的人 想不听早都难 初总 您结婚了 怎么没通知我们 今天就先到这里 明天再继续开会 小李 把上午那辆奔驰开过来 以后不用你接送了 楚 楚总 是我哪里没做好吗 你没开除我 我什么时候说要开除你 赶紧去 这么丰盛啊 今天日子特别吗 西西亚 你们结婚这么仓促 什么都没办 你会不会觉得委屈啊 怎么会呢 这些都是表面形式而已 最主要的还是两个人过日子 再说了 就算办那些 我也没有什么亲人来参加 现在你有了 以后小泽跟爷爷都是你的亲人 你在外面可以把药板挺起来了 嗯 以前第一次去田羽家 他妈妈就给我来个下马威 桌上四个素菜 吃完饭 大伙都往沙发上一坐 就想看我会不会去收拾 离开的时候 给了一个红包 里面装的一百块 还跟田羽说给的一千块 是楚册回来了 去洗洗手吃饭吧 小泽 你工作的是怎么样了 还在找 爷爷 他从国外回来 找工作肯定好找 应该要对比几家公司 才确定去什么地方上班 吃完饭后 南小溪起身去厨房洗碗 还不去帮忙 真让人家伺候你呀 去呀 我来帮你 不用 我马上收拾好了 南小溪正准备说点什么 突然他电话响了起来 是田羽 他下意识地看了眼楚册 楚册忽然转过头看了他一眼 不接吗 推销电话 黑名单待着吧你 怎么了 他还是不接 都给我拉黑了 那怎么办 他不能真把咱们给告了吧 我怎么知道 我烦着呢 有什么好烦的 那南小溪我压根就没看上过 我看他那长相就不是个安分的 再说了 那钱是他自己拿出来的 又不是咱们逼他要的 儿子 既然他不接你电话 你就别管他了 量他几天 他自己就回来找你了 烦死了 那个 你要不要先去洗个澡 先补给 这张卡你拿着 之后每个月 我会往里面打生活费 五千都不够 你现在工作还没着落 你不用给我这么多生活费 我自己也有工作的 你拿着吧 之前我已经说过了 生活花销由我负责 我还没到 让一个女人来养我的地步 之前钱小姐说她谱信 不是没有道理的 好吧 那你想睡哪个房间 三个房间被套 我都换了新的 你选好了 我可以把东西搬过去 多行 你睡哪个屋 那我就隔壁这间 感情他不和我睡啊 那真是太好了 以前有朋友说我恐难 我还不信 和甜语谈了两年 每次他要亲近的时候 我都觉得恶心 一再推脱 说要等结婚了才行 现在看来 我可能真恐难 西西 你为什么把我电话 和微信拉黑了 哼 我们已经结束了 你别再给我打电话了 你还生气啊 我给你道歉 中午我带你去吃火锅怎么样 甜语 我已经结婚了 没和你开玩笑 甜语这才注意到 男小西身边的储侧 甜语也有一米八 可没想到这个男人 居然比他还高 不管是颜值还是身材 完全你骂 就是他 对 就是他 我真的结婚了 你别来救产我了 我不信 你肯定在哪找的演员来骗我 甜语一看这男人气质就不太一般 他怎么可能看得上男小戏 楚侧没兴趣看他们在这里上演 于情未了的戏吗 他转身就要往小麦步走 甜语却突然叫着他 等等 你先别走 你们真结婚了 真的怎样 假的又怎样 你就找这么个男人 你没看出来 他根本就不喜欢你吗 那你就喜欢我吗 甜语 我不想再看到你了 你还要我说多少遍 西西 我是怕你被骗了 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吗 他是什么样的人 我自己会看 还轮不到你来操心 西西 够了 我上班要迟到了 到此为止吧 兄弟 你知道男小西是什么样的人吗 哦 什么样的人 我们谈了两年 前几天商量结婚的事 因为房产证写谁的名字闹崩了 我爸妈辛苦攒钱给我买的房子 他居然要求写他一个人的名字 这还不够 他要28万的彩礼 我们实在拿不出来 他就要和我分手 这样的女人 你居然敢和他结婚 你给了他多少彩礼 他是什么样的人 我不清楚 不过 你背着别人说对方的坏话 可见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娶了他 你迟早会后悔的 南小西看上这男人什么了 这一看就是个空有皮囊的小白脸而已 如果不是因为那20万 我根本不可能这么忍气吞声的来找他 南小西匆忙赶到公司 还好没迟到 你们在干什么呢 你没看群消息吗 他想起昨天下午请假了 晚上一直没看手机 南小西急忙拿出手机 点开工作群 今天有很重要的客户来 所有职员早上过来集体大扫除 什么客户这么大排面啊 不太清楚 我就知道好像是个国外企业 今年在发展国内的业务 好像是要跟咱们公司合作吧 我倒是听见一点口风 据说那家公司之前想收购咱们公司 不知道双方谈了什么 这次的话应该是要谈入股的事 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收购和入股会影响到我3000块的工资吗 你别说还真影响 如果被收购的话 我们都有可能面临裁员 但是入股的话 我们说不定就会涨工资 听到涨工资 南小西心里微微一动 要是能涨工资就好了 她一定要把舅舅的房子买下来 要是涨了工资 她后面还贷款的压力也会小一些 南小西去了洗手间 她洗手的时候 喂 舅舅正好电话打过来 西西 你昨天给我打电话 我正忙呢 所以没接到 你是有什么事找我们 是啊 我想和舅舅商量一下房子的事 舅舅 房子您看 能不能卖给我 啥 卖给你 你哪来的钱呢 你可别做犯法的事 西西 你说你一个女孩子早晚都要嫁人的 买房子干什么 那不是浪费钱吗 你有这钱存得多好 以后嫁了人日子也能过得好点 自己手里有钱 就不用看别人脸色 舅舅 我从小就在这个房子长大 你也是 难道您就舍得这么卖了吗 舍不得也没办法 你知道现在结个婚要花多少钱吗 光是彩礼人家都要28万 市中心还要买房 一套稍微好点的30都两三百万 你看你表哥都32了 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合适的 不过人家是大学生呢 要求高点也是应该的 你要是分期的话可能就不太行了 南小西扯了扯嘴角 当初南小西的表哥不爱学习 初中毕业就非要出去打工 去大城市混这么多年 一事无成 现在他老实了 在一家电子厂做仓馆 每个月拿着5000多的工资 全靠父母接济 自从交了这个女朋友 他花销更大了 见南小西两万多 到现在都还没还 舅舅您就把房子卖给我吧 我给您全款 以后表哥娶了老婆 您和舅妈肯定都没地方住了吧 房子卖给我 等以后逢年过节回来 还能在这里住几天 还是西西你有出息 你表哥要是有你一半懂事 我和你舅妈就不用这么操心了 那好嘛 房子的事我跟你舅妈商量一下 他要是没意见 等我们下个月回来再当面聊 好的舅舅 挂了电话 南小西把田宇的微信 从黑名单拉了出来 给他发消息 尽快把钱还给我 别逼我起诉你 发完这条消息 南小西又把他拉黑了 幸亏当初南小西留了心眼 那二十万是用的转账 南小西 南小西 那个客户来了 好帅啊 哦 你这什么反应 你不好奇有多帅吗 不好奇 真没意思 早知道我就去接待他了 我还以为是那种 大富翩翩的老头呢 没想到是个年轻人 哇 好帅啊 醒醒 这种高富帅肯定不会缺女朋友的 就算排队 我们也要排到十万八千里去了 等他看到你的时候 你都七老八十了 你真讨厌 要做做梦不行吗 好了 回去上班吧 南小西转身走了出去 回去的时候路过会议室 看到有几个在会议室门口偷看的女同事 他也往里面看了你 但这个角度看不到什么 只能看到一个背影 而且坐了好几个 也不知道哪个才是真正的客户 中间那个 看见没 坐着都别旁边那两个高的 哇塞 你们也太无聊了 这能看到什么 你们很闲吗 我们路过 路过 南小西被拽回办公室 和他们放花吃的女同事不一样 她心如止水地打开电脑 会议室里 楚总 我们这几天也开了好几轮董事会了 你能加入 我们感到十分的荣幸 只不过股份分配这边 您看是不是需要再商榷一下 股权分配这一块 你们自己商量 反正只要给我60%就够了 这点没什么好商量的 如果你们实在决定不下来 我这边有专业的法务部帮你们解决 她这话不就是明摆着 要是商量不下来 就直接采用强硬手段收购公司了 楚总 万事都好商量 这样吧 大家可退一步 股权的是 我想办法跟他们再商量 楚总您也给我一个面子 注资你再加一成 刘总 我注资入股 并非是对贵公司的股票感兴趣 而是看中你们公司的产品 合作后将与我公司结合运转 你们后续得到的利润远比我投入的更多 不过现在看来 已经没这个必要了 楚侧起身就要离开 刘总赶忙上前拦住他 哎呀 楚总 你这是干什么啊 这不是在商量吗 你要是不愿意 我们再商量商量 你要的可是绝对控股权啊 又不是买大白菜对吧 哪能说定下来就定下来呢 我喜欢和真诚的人合作 我公司注入这么多资金 已经远超股票的价格 如果不能拿到绝对控股 那么 JM完全是在为你们服务 既然如此 我为何不与你们签订商业合同 何须注资入股 刘总脸上的笑 有些维持不下去了 一开始他就看出来 楚策想把他们公司融入JM的产业链 这对刘总来说是百利无一害的 但是谁会嫌钱多呢 他以为楚策年轻 人傻钱多 没想到是自己狗眼看人低了 我也看出来 楚总是真心合作 您放心 股份的事包在我身上 我肯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 多久 三天 三天内给您答复 OK 楚总 这就快到中午了 一块吃个饭 不了 我还有事 下次吧 楚策说完 便带着人走出了会议室 刘总十分殷勤地跟着他身边 楚策走了没几步 看见不远处的办公室里 有个急匆匆的人影跑了出来 他面无表情的脸上 终于有了一丝波动 是南小溪 他正低着头看文件 他叫南小溪 行政部的 主要负责档案资料和后勤这块 可惜啊 就是有男朋友了 刘总一副了然的笑语 南小溪在行政和人市 这一堆美女帅哥里 算是比较显眼的吧 刘总见过几次自然就记住了 楚策什么也没说 只是点点头 朝电剃口走去 你看啥呢 没什么 中午去哪吃啊 楚策怎么会在这呢 难道是来找工作的 出去看看吧 我也不知道吃什么 白姐挽着南小溪的胳膊 刚走出公司 南小溪看到了最不想看见的人 你男朋友可真黏人啊 大中午的还过来找你 他不是我男朋友了 西西 我们一块吃个饭吧 则 南小溪 真羡慕你有这么个爱你的男朋友 行吧 你们去吃 我就不当电灯泡了 田宇几乎哀求地看着他 希望他能给自己一点面子 南小溪沉默了片刻 他叹了口气 走吧 田宇心中一喜 他下意识要去拉南小溪的手 却被南小溪躲开了 南小溪走了几步 田宇绕到他前面 来到一辆福特车面前 十分殷勤地帮南小溪拉开车门 上车 你买车了 哎呀 上个月订的 本来想给你一个惊喜 谁知道你 总之你先上车再说吧 你不是说没钱吗 连房子首付都凑不出来 可是你连车都买了 田宇 你算盘真是打到天上去了 西西 你说什么呢 这车又不贵 你别这么激动 我买了你也可以开啊 不贵是多贵 这辆车也是你的婚前财产吧 房子买了 写你爸的名 又赶紧在结婚前买辆车 我真的没话和你说了 我改变主意了 给你一个星期 你把钱还给我 不然你就等着和我的律师谈吧 你小声点 你先上车再说行不行 我和你没什么好说的了 你有这时间 不如想办法把我钱还上 这两年 我到底谈了个什么样的男人 下午下班 蓝小西拎着菜回家 一辆奔驰从他面前开了进去 那辆车停在不远的处 楚侧从车里下来 蓝小西盯着他的侧面 越看越像今天公司门口 和刘总说话的人 楚侧 楚侧回头看了他一眼 这是楚侧第一次近距离 打量蓝小西 他居然没有化妆 自然清秀的样子 还挺好看 你这样看着我干什么 楚侧回过神 别开始献 他主动接过 男小西手里的袋子 给我吧 我今天好像看到你了 是吗 在哪 就在我们公司啊 是不是你 我看背影和你好像 我们公司叫远大科技 你是去找工作的吗 嗯 找工作 我们公司还是很不错的 福利也挺好 我和HR他们挺熟的 你面试的什么职位 我可以帮你打听打听 楚侧冷布丁停下脚步 他一个直刹车 身体失衡 前赎后仰的眼看就要摔了个四脚朝天 幸好楚侧扔了菜 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 你不用帮我问了 没通过 啊 出事都没通过 不能吧 你不是海归吗 专专业不对口 没通过 没通过 很正常 你学什么专业的 金融 金融 我们公司是做软件的 跟金融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怎么会想到 去我们公司面试呢 哦 那你别灰心 一定会找到合适的工作 两人一同去爷爷家吃了饭 楚老爷子看见男小戏都走了 楚侧还没走 他把自己关在以前的卧室 不知道在搞什么 楚爷爷二话不说便推门进去 楚侧在开视频会议 从视频里他看到 爷爷不知道哪里拿来一个行李箱 正在给他收拾东西 嗯 爷爷 您干什么 你个结了婚的人 还助我这干什么 自己把东西搬过去 爷爷你 你先放着 等会我自己收 老爷子也不搭理他 显然是信不过 他三下午除二将衣服扔进箱子 连他的牙膏牙刷一块丢了进去 像丢垃圾似的 楚侧无语的看着这老头 别看腿脚不利索 脸他出门倒是挺精神的 老爷子麻利的扣上行李箱 要把箱子拎起来 但他高估了自己的腰 哎哟 您怎么了 要闪了 没事没事 我歇会儿 爷爷 您等我看完会 我自己拎过去 您着什么急 我就着急 要开会上你家开去 别在这烦我 这不是我家吗 这是我家 嗯 楚侧真不知道南小溪给这老头灌了什么迷魂汤 他收拾好桌上的文件 顺便拉起自己的行李箱 我现在过去 这还差不多 啊 白杰 是发生什么了吗 西西 刚才你未来婆婆来过了 什么 她说了什么 其实也没说什么 南小溪 我觉得甜语人挺好的 你干嘛要跟她分手啊 两个人感情好就行了 何必在意身外之物 听到白杰的话 南小溪就已经猜到了大半 甜语的妈妈肯定说了她坏话 要不然这些人不会用这种脸 南小溪 你来一下 何主管是个四十岁的女人 脾气很不好 私底下大家都叫她灭绝事态 进她办公室前 南小溪就把所有的工作细想了一遍 应该没有什么纰漏 何主管 有什么事吗 何主管直接给她一个平板 上面正是一段视频 南小溪心中一沉 接过平板点开视频 造孽啊 我家小雨摊上这么个女人 我们拿不出来那么多彩礼 她就要分手 我们劳两口种了一辈子的地 她说要在城里买房 我们二话不说 卖了乡下的房子 在城里买房 她嫌我们脏不一起住就算了 又要二十万的彩礼 非得我们一个月内拿出来 你们说 这不是要我们的命吗 她那张老泪纵横的脸 将劳动农民形象演绎的淋漓尽致 任谁看了都会觉得她是受害者 我家小雨那么喜欢她 低声下气来求她 这几天不吃不喝 都住进医院了 我也是豁出这张老脸来求她 她要是在公司里面就喊她出来 我就想跟她说 二十万我们不是不给 多宽限一段时间 老人家 她现在没在公司呢 等她来的我们告诉她 你赶紧回去吧 我们要上班 你在这里影响不好 南小溪从来不知道 一个人能无耻到这种程度 为了不还她的二十万 颠倒黑白 这母子俩是打算让南小溪身败名裂啊 她这是污蔑 事情根本就不是这样的 哼 我不关心事情是怎么样 南小溪 我提醒你 私事就在私底下解决 不要带到公司来 要是有客户来看到了 像什么话 我不希望再有下次 你自己回去处理好 你要是处理不好 就处理好了再来上班 是 我知道了 下去吧 等等 怎么了和主管 被你气得正是都忘了 是这样 刘总刚才给我发了邮件 说晚上有个应酬 安排你和白姐两个人去接待客户 地址等会发你邮箱 你提前过去安排一下 好的 她午饭后就去了酒店 下午六点多 白姐也来了 白姐显得有些激动 俩人站在酒店门口等着 南小溪 刘总安排我们来接待这种大客户 这是不是说明 刘总都觉得我俩是公司里最漂亮的 为什么不能是工作能力最强的 那应该找何主管啊 其实刘总这样安排 纯粹是因为那天主策多看了南小溪两眼 白姐那就只是附赠的 刘总怕只叫南小溪一个人 会让别人多想 他俩在门口站的脚都软了 一个小时后 刘总的车终于来了 刘总下了车 几个公司的高层也开车到了 白姐一路望过去 也没看到心心念念的客户 刘总 客户还没来吗 应该快了 来了来了 这客户真的很帅 我绝对没骗你 南小溪被他说的也开始好奇了 这客户到底的帅成什么样 能让白姐这位眼高于顶的大美女这样激动 很快 一辆兵力停在他们面前 车上下来了两个人 兵力上下来两个人 一个三十多岁 成熟又稳重 长得也确实不错 另外一个年纪更大一些 大概四十多岁 张学脸上的兴奋立马少了一半 怎么会这样呢 刘总你好 我是JM的副总 韩峰 楚总吩咐我来与贵公司洽谈 你好你好 里边请 怎么了 客户来了 你反而不高兴了呢 又不是他老板 南小溪惊呆了 这位副总已经很帅了呀 而且年轻事业有成 那可是副总啊 白姐居然还嫌弃 白姐没了一开始的热情 接待的时候 更是趁机出去拿酒溜出去偷懒了 没办法 只能南小溪一个人捧着酒 她走到韩峰身边的时候 一步流神 酒洒了出来 滴在了韩峰的裤子上 南小溪 你在干什么 对不起对不起 我帮您擦一下 我自己来 南小溪此刻想找个洞钻进去 她居然会在这种场合事态 这点事都做不好 公司要你来干什么 没事 是我唐突了 吓到了刘总的员工 实在是抱歉 韩总果然宽宏大量 南小溪 下次注意 别再这么莽撞了 不是所有人都像韩总这么好说话的 是 刘总 谢谢韩总 行了 这里不需要你了 你先下去吧 我们自己来就好 南小溪看了眼刘总 刘总给她使了眼色 示意她可以走了 南小溪这才如是重负地离开了包厢 她在外面等了半个小时 刘总他们也差不多结束了 结了账之后 南小溪才拖着疲惫地伸去回家 韩风出了酒店后 就直接去了一家亲吧 跟那位刘总喝酒真是没意思 我见到你媳妇了 秦策支着头 视线落在台上的歌手身上 听到这话 她又将视线转向韩风 你很闲 哈哈 我只是太好奇 能让你结婚的女人是何方神圣 所以就浅浅地查了一下 不过看样子 你对这个老婆不太满意 那你为什么还要结婚呢 话不投机 回去了 我才刚来你就要走 这家伙 田宇母亲的视频在公司群里发酵 不少人都看到了 南小溪长得好看 公司里有不少喜欢她的男生 也有嫉妒她的女生 有了这个机会自然要踩上一脚 她无论走到哪里 都会迎来鄙夷的目光 好像她就是这个世上最无耻的女人 田宇不就是想要那二十万吗 我偏不让她如愿 不仅这二十万 这两年我们之间的账权都要算一遍 她拿出手机 在通讯录里翻了翻 找到了那个在手机里躺了许久的电话 南小溪犹豫半生 她拨通了那个电话 是南小溪吗 陆学长 是我 你居然给我打电话了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你是有事找我吧 那个学长 我记得你是律师吧 是 怎么了 你是有什么纠纷需要我帮忙 嗯 我就是想咨询你一下 你什么时候有空 我想见面和你聊 晚上行吗 我刚好晚上有空 嗯 好 那一会儿我把地址发给你 好 你会见 二十万 她毫不犹豫就拿出了二十万 却没想到田宇会因为这二十万 对她步步紧逼 将丑陋的嘴脸暴露无遗 快到下班的时候 南小溪给楚册发了个微信 晚上我有点事 来不及回去做饭了 你和爷爷自己吃点吧 楚册忙完工作都已经七点多了 她看了眼信息 想得到家也八点多了 就不回了 她开着车往家走 等路过某条商业街红绿灯时 她不经意间转头 一眼看见了对面咖啡厅里的南小溪 南小溪和一个男人 南小溪和一个男人 两人面对面坐着 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南小溪看着那个男人的时候 还时不时冲她笑 这就是她说的有事 不管我们有没有感情 但好歹也是我领了证的妻子 先是和前男友纠缠不清 现在大晚上和别的男人出现在咖啡馆 真当我这个老公是摆上 后面传来催促的喇叭声 她收回视线 咖啡馆里 南小溪将那些资料都收好 递给了对面的路斌 真是太谢谢你了学长 不用客气 就算我们不认识 你找到我 我也会帮你的 南小溪和路斌其实不怎么输 是之前上大学的时候 她室友带她去参加聚会 去的四个室友 他们都和对方看对眼了 就只有南小溪和路斌 在那里炫过盘 然后大家起哄 要他俩凑一块 两人就加上了微信和电话 一直没怎么聊过 除了我而给对方朋友圈点点赞 你这些证据保留的都很充分 放心吧 就算打官司 你肯定能赢 只是我没想到 你能准备的这么充分 连买礼物的发票都留着 南小溪将耳边的碎发履在耳后 不好意思的笑了笑 这还多亏了学长 你不是经常在朋友圈 分享一些案例 和法律科普吗 我每次都会看 确实受益肥浅 我以为你就是随便点点赞 你居然真看了 当然了 说不定哪天就用上了 没想到真用上了 好吧 看来我那些朋友圈没白发 时间也不早了 我送你回去吧 谢谢学长 你老这么客气 路斌开着车送他回去 因为路上比较远 两人坐在车里气氛有些尴尬 路斌时不时找点话题 对了 你是有逢交下个月要结婚了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我们毕业后就没怎么联系过了 是和原来那个 不是 他们分了有半年了 这是另外一个 这你都知道 那你呢 什么时候结婚 我 我连女朋友都没有 跟谁结婚去 不会吧 你这么优秀 会没有女朋友吗 工作太忙了 没时间找 很快就到小区门口 谢谢学长送我回来 等这件事结束了 我请你吃饭 好啊 那我可计下这顿饭了 两人的互动 正好被楼上窗户边的一双眼睛 尽收眼睛 楚侧冷笑一声 转身回了沙发上 男小西一进门 便瞧见男人坐在沙发上 双手暴毙 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他察觉到气氛有些微嫩 拖油总小时候回家晚 被外婆抓包的记事感 你 还没睡啊 还早 睡不着 快十一点了 还早啊 那个 我去见了一个朋友 聊得有点晚了 实在不好意思 男小西沉默了一会儿 气氛还是不对 你吃饭了吗 没有 我给你发的微信没看吗 没有 秦爷爷不会也没吃吧 我去给你下碗面吧 男小西叹了口气 这个点秦爷爷应该已经睡了 他总不能把人喊起来吃饭 他默默地去厨房 拿出鸡蛋和面条 给处测下了碗西红柿鸡蛋面 男小西端着面出来 放到他面前 快吃吧 一会儿 面坨了 好吃吗 一般 他嘴上这么说 可是那碗面都被他吃光了 男小西觉得为难他了 不好吃还吃光了 一点也不浪费粮食 你不喜欢吃 以后我给你做别的 你赶紧去睡觉吧 明天还得找工作吧 男小西说完 便拿着碗去了厨房 他其实下午吃过了 不知道刚刚为什么会鬼使神差的说没吃 这会儿撑得有点难受 男小西出来的时候 他还在客厅坐着玩手机 男小西也没管他 拿了睡衣去洗澡 老楚出来完啊 回来这么久了 每次喊你都不来 你那破公司有什么好忙的 你在哪 酒吧 你来不来 我给你发位置 你不是结婚了吗 这么晚还跑出去 结婚怎么就不能跑出去了 我是结婚 又不是坐牢 你真的是问的这么奇怪 不是你到底来不来啊 处测偶遇男小西和一个陌生男子在咖啡厅有说有笑 看着晚归的男小西 这位名义上的老公醋意大发 你不是结婚了吗 这么晚还跑出去 结婚怎么就不能跑出去了 我是结婚 又不是坐牢 你真的是问的这么奇怪 不是你到底来不来啊 你这么晚出去 你老婆呢 在家呗 你有点不对劲啊 我知道了 你家老爷的又催婚了是吧 提前学习一下婚姻之中的相处之道 这样你来我这 我慢慢给你传授经验 不用了 你玩吧 处测面无表情地挂了电话 一抬头看见男小西从浴室里出来 他穿着睡衣 头发湿漉漉的披散在脑后 裹得真够严实 比他上班穿得还严谨 男小西看了眼处测 他犹豫了一下 还是走过去在他对面坐下 处测 我有件事要和你说 什么事 那个我舅舅他们下周要回来了 然后呢 这个房子是我舅舅的 不是我的 对不起 之前我骗了你 他说完 静静等待处测发话 可等了半天 也不见他说话 男小西抬起头 不解地看着他 你没什么要说的吗 你不生气 说什么 我为什么要生气 他们本来要把这房子卖了 给我表哥结婚的 我想买下来 但是差很多钱 所以我才问你要了二十万彩礼 我本来想着 等房子过户了以后 把你明写上去 但是我这钱一直没凑齐 眼下他们也要回来了 所以就想和你说一下 如果你要是生气的话 或者觉得我骗了你的话 就当这钱是我借你的吧 以后我慢慢还你 所以你和我结婚 就是为了买这套房 算是吧 你生气的话离婚也行 你的意思是 只要能给你二十万 你跟谁结婚都行 我或许吧 在你眼里 这些东西比婚姻更重要 你不是也这么说的吗 和谁结婚都无所谓的 他这句话把处测堵住了 他也反应过来 自己问了些什么脑残问题 他神色不太自然地看向别处 是 我是说过 所以我们各取所需 你没必要和我解释这些 那这钱 给你的彩礼就是你的 随便你怎么处置 话是这样说 要是到时候 我把这房子买下来了 就把你名字写上去 我也不占你便宜 随便你 还有件事 我舅舅他们回来的话 可能会住在这 你住的是我表哥的房间 那我住另一间 那个是我舅舅的 那我 你去楚爷爷家住吧 说完气氛突然安静下来 连带着楚册的脸 也跟着沉了下来 他居然要赶他走 本来楚册也没打算 跟他舅舅一家挤在一起 但这话从男小戏嘴里说出来 他莫名的不爽 楚册往沙发上一靠 淡淡地注视着男小戏 你别忘了 我们现在是夫妻 这我知道 知道 你还让我去爷爷家住 那没有多余的房间了 男小戏脑子一时间没拐过弯 下意识说道 说完他就后悔了 楚册笑了 是气笑的 他忽然站起身 大不留心地往自己那间屋走 男小戏跟在他身后 暗自懊恼 他还想着怎么解释 楚册就已经抱着他那堆东西 去了他的卧室 你刚说什么 没 没什么 那我可以住这间房吗 可 可以 男小戏的脸颊蹭的一下红了 从领证的那一刻起 他就已经做好准备了 只不过楚册不和他住一个屋 他也一直没往那方面去想 他的脸越来越烫 转头往隔壁屋跑去 我帮你拿行李 男小戏平复了一下自己的心情 他深吸一口气 拉起箱子回到隔壁屋 需要我帮你把衣服挂起来吗 好 男小戏打开他的箱子 里面可真乱了 衣服乱七八糟的堆在一起 还有牙膏和牙刷 杯子里的水都洒出来了 这箱子是老爷子收拾的 楚册拎过来就没打开 他自己都没想到会这么乱 楚册看了他半天 最后还是走了出去 我出去一趟 楚册这一走 后面接连几天都没出现 男小戏有些忐忑 不知道是不是坦白了彩礼的事 他表面没说什么 心里生气了 他几天没回来吃饭了 楚爷爷气得要给他打电话 爷爷 他可能是忙 您别给他打电话了吧 他能忙到哪里去 你们这才结婚几天 他就不回家了 那以后还不翻天了 爷爷 他已经跟我说了 忙完就回来 您就别去打扰他了 他是这样跟你说的 对啊 爷爷您放心吧 我们没有闹矛盾 那好吧 爷爷姑且相信你 不过希希 他要是欺负你 你一定跟爷爷讲 知不知道 好 我会的 有爷爷在 他肯定不敢欺负我的 好吧好吧 哪管吃饭 楚册也并不是因为生气 这几天他都在公司 忙得已经忘了惊喜和希 助理走过来 将一份文件递给楚册 楚董和远大那边都已经谈好了 这是合同 您过目一下 您好几天没回去了吧 嗯 今天周几 今天周六啊 是吗 居然都周六了 助理瞄了他一眼 公司都在传出总结婚了 但是看他几天没回家 这状态完全不像是结了婚的人了 没什么问题 那就按照原先的计划进行 好的 我派人跟进一下后续进程 您早点回去休息吧 这几天都没怎么合眼 楚册点了点头 他也确实该回去了 不然那老头又该埋怨他 哦 还有件事 刘总让我通知您 明天去参加股东大会 时间和地点我已经发您邮箱了 知道了 你也回去休息吧 他刚把车开进小区 就看到了田宇和南小溪 楚册醋了醋眉 刚准备把车开过去 见田宇直接将一张卡甩在南小溪的脸上 卡片打在他脸上的声音 坐在车里都能听见 南小溪也懵了 田宇喊他出来说要还钱 他没想到是这种方式还 不就二十万吗 你居然找律师告我 南小溪 我算是看清你了 你探马就是个忘恩负义的贱货 南小溪难以置信地盯着他 为了这二十万 他居然骂得这样难听 把卡捡起来 你说什么 我让你把卡捡起来 交到我手里 才算还钱 你有病吗 南小溪你在这装什么情高 你跟我交往了两年 装得像个无欲无求的恋女似的 结果现在呢 你探马转身就跟别的男人住一块去了 我看你早就跟他勾搭上了吧 还说什么要跟我过一辈子 我呸 我探马现在想起来都想拓 田宇心里有气 几乎将自己能想到的难听的话 全都骂了出来 你以为你是什么个好货子 跟我说感情不能用钱衡量 你跟那个男的在一块 难道不就是看他有量破奔驰吗 真是笑死了 你在这跟我装什么呢 田宇正在竞争财务主管的职位 如果这件事闹大 这个职位就与他无缘了 如果南小溪真把他告了 他不仅二十万保不住 甚至连工作也不保 这二十万他想不还都不行 啪 空气突然安静下来 田宇愣了 准备下车的储策也愣住 田宇捂着脸 震惊地瞪着他 居然敢打我 田宇就凭你说的这些话 你该挨着一巴掌 我两年的付出 在你眼里竟然是这样不堪入目 说实话 我要谢谢你爸妈 他们嘴里说出来的那些话 让我醒悟了过来 才没有继续在你身上浪费时间 还有 这二十万本就是我的 我当初给你的时候 是你说要和我一起买房 但你们家机关算尽 房产证要写你爸的名字 这是想尽办法把我排除在外啊 现在我要回二十万事理所当然 你有什么资格生气 我已经说了 你要是不服气 我们就法庭上见 他不卑不亢的声音在小区里响着 不少路人都跑过来围观 听到周围的议论声 田宇忍不住也扬起手 但他刚抬起手 就被一只手在空中栏下 看来 你的确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给我放开 田宇是吗 你三番五次来骚扰我妻子 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们的正常生活 以及人身安全 所以 我会正式向法院提起诉讼 依法追究你的刑事责任 这话说完 田宇狠狠一阵 楚侧嫌弃地丢开他 在身上擦了擦手 好像刚才摸了什么脏东西 妻子 好啊 南小溪 你居然背着我偷人 你给我戴绿帽子 你起诉我 我还要起诉你呢 你外头有男人 还来骗婚 你们两个都是骗子 田宇 你嘴巴放干净点 我和他是在跟你分手后才结婚的 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 大伙都听见了吧 刚跟我说完分手 转头就跟别人结婚了 你俩之前要是没有一腿谁限 南小溪 你是把我当傻子吗 南小溪脸色一沉 前脚分手 后脚就跟别人结婚 这说出去确实不太好听 你确实是傻子 你骂谁 我这是在夸你 还算有自知之明 你 你们这对狗男女 我们走着瞧 田宇也不想继续在这里丢人了 他本来就是还钱的 顺便骂南小溪一顿出气 谁知道这个男人会突然跳出来 他正打算要走 忽然听到紧急的声音 我报答 你骂南小溪 我骂南小溪